蘋果公司原稱蘋果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Cupertino 核心業務是電子科技產品 在高科技企業中以創新而聞名於世 其最著名的產品包括Apple II Macintosh、麥金塔電腦 iPod音樂播放器、iTunes商店 iPhone智慧型手機、iPad平板電腦等 為什麼蘋果公司在過去30多年間 能一直以創新而聞名呢? 這個不得不歸功於其創辦人 也即是其產品設計師 甚至是一眾蘋果迷的精神領袖 喬布斯Steve Jobs 喬布斯在領導蘋果公司期間 以強悍和天方夜談的高要求性格見稱 很多員工離職都因抵受不住 喬布斯無理的高要求而離開 不過因為他的大膽創新 也非常強調產品對用家的使用經驗 加上他對外觀設計有著完美主義精神 以至蘋果公司及喬布斯 能夠發展出多種改變人類意識 和突破性的電子科技產品 例如電腦雖然早在1950年代已被發明 但一直以來都只有大銀行、大機構才負擔得到 當時根本沒有人會想到 同時也做不到將電腦推進家庭 甚至是中小學裡面 1977年 蘋果公司第一件成功的電腦產品 《Apple II》面世 喬布斯就是主力的設計師之一 因為《Apple II》強大的擴展性 及簡單的使用界面 於是在短短三年內 《Apple II》的總銷售量 已超過人類歷史所有電腦產品的總和 《Apple II》被公認為第一部真正普及的個人電腦 於70年代助長了個人電腦的革命 所有專家都認同 如果沒有《Apple II》 就不會引發IBM於1981年推出個人電腦產品 也不知道要多少個年頭 才有人敢於推出個人電腦 因為當時大部分的電腦公司都認為 家庭及學校不需要使用電腦 其他的家庭電腦產品 都只是電子遊戲機的代名詞 但《Apple II》卻成功進入家庭 甚至更進入了辦公室場面和學校 後來因為IBM個人電腦的成功 市場開始偏向使用IBM電腦 故此 喬布斯不得不在1983年推出新產品 Apple III 蘋果三型與IBM的個人電腦對抗 然而 喬布斯卻在產品硬件設計上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當時喬布斯堅持桌面上使用的電腦 絕對不能夠附有會發出噪音的散熱風扇 引致所有Apple III的電腦 全因為過熱而出現當機的問題 最終只出售了僅僅約6萬5千台 就停止生產了 此外 1979年 喬布斯從C落的實驗室 看見了圖像介面電腦圓形機的運作 因此在1984年 蘋果公司在喬布斯的領導下 推出了或時代的圖形介面電腦Macintosh Macintosh被公認為第一部 將現代電腦圖形介面中 所包括的幾個重要元素 即是桌面、視窗、滑鼠、圖像、 下拉式選單 和所見即所得 集中於一起普及化的電腦 因為Macintosh電腦的出現 導致Microsoft微軟公司抄襲 並推出Windows視窗電腦系統 有別於以往的DOS系統介面 DOS介面只有黑底白字 和等候用戶輸入指令的游標C-Drive 雖然在商業上 Windows靠Macintosh更成功 但無可否認 如果沒有Macintosh的出現 微軟就不會努力研發Windows了 1993年 蘋果公司推出了全球首部大屏幕 再配合手寫輸入的電子手帳 雖然在商業上 這個同是一件失敗的產品 但其卻被認為是後來出現的Palm Pilot 和21世紀的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的先驅性產品 1985年 一面對IBM和微軟的夾攻 並於董事會鬥爭而失勢 於是喬布斯離開了蘋果公司 及成立了Next公司 1986年 離開蘋果公司的喬布斯 從著名星戰電影的總監佐治·盧卡斯 收購了旗下的電腦動畫部 成立了今日人所佳設的比斯動畫製作室 Pixel Animation Studios 直至2013年 比斯共發行了14部動畫長片 第一部是1995年推出的《反斗奇兵》 比斯的作品都獲得了好評 以及在商業上取得了大成功 直至2014年 已獲得了27次奧斯卡獎 7次金球獎 11次格林美獎 以及其他獎項 自2001年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獎設立以來 比斯電影共有7部電影獲獎 分別是海底奇兵 超人特工隊 五星級大鼠 太空奇兵衛衣 衝天救兵 反斗奇兵3 及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 還有兩部怪獸公司 與反斗車王獲得提名 衝天救兵 與反斗奇兵3 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直到1996年 因為蘋果公司的Macintosh 在面對Windows系統的競爭中 日漸失去大部分市場 並且在作業系統的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問題 例如缺乏記憶體保護 優先權色多工 多執行水等 但解決方法卻遙遙無期 於是唯有從外奸襲求解決方案 最後向當時已離開蘋果公司的喬布斯 購入Next電腦的作業系統 成為了後來的Mac OS X 喬布斯再一次成為 蘋果公司的行政總裁 並在1998年推出 令人眼前一亮的iMac 因而引起熱潮 令當時會會在破產邊緣的 蘋果公司起死回生 往後的Macintosh電腦 都以外形時尚和亮麗見稱 故吸引了大眾對蘋果電腦產品的注視 這個也是喬布斯的強項 2001年3月 蘋果公司推出了OS X 早期稱作為Mac OS X 一個建基於Next電腦作業系統的操作系統 並同時以專業人士和消費者為目標市場 它整合了大型和專業電腦 所使用Unix系統的穩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以及Macintosh使用者介面的易用性 OS X的推出 令Macintosh的市場佔有率再一次重拾聲軌 並再一次令蘋果公司的產品 成為時尚和潮流的指標 2001年10月 推出的iPod數位音樂播放器 更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雖然它並非市場上首款MP3便攜式播放器 但其精良的設計及舒適的手感 令其大受好評 再配合其獨家的iTunes網路付費音樂下載系統 一舉擊敗了Sony公司的Walkman系列 而成為全球佔有率第一的便攜式音樂播放器 2007年 蘋果公司宣布售出一億部iPod 是史上銷售速度最快的MP3播放器 2006年 蘋果公司發表了使用英特爾處理器的iMac 獲得了該公司創立以來最大幅度的市佔率 2007年1月9日 蘋果公司正式推出破天荒的智能手機iPhone 直至2013年4月 蘋果已售出高達3.56億部不同型號的iPhone 加上其內置的App Store軟件市場 令蘋果公司取得了現今智能手機的大部分收益 2010年1月27日 蘋果推出平板電腦產品iPad 亦成為了現今平板電腦市場上最主力的產品 未製造型某程式 可以看待高度最いい的 任何 writing 令蘋果公司